家醫院醫療症 治療完美 面積是超過兩千公斤 不過今年貨水那麼少也影響到受傷 那雖然貨水都不夠 情報也越來越嚴重 農民是希望政府可以來啟動 天然財的補助來檢測他們的損失 那修順的面積已經有三百公斤 修化的行動 割百分之十五 這一個飼料玉米跟青葛玉米 這個受損將近有四五趴 損資進了將近兩百多萬 那我們會迅速將這些資料 往送給我們農糧署 作為我們這一個 災害救助的一個參考 他地方是沒有進製作這種治療用 環圍統治的地方 面積有一千五百二十公斤 受荷蕩的影響 餐裡面的環圍都不大 農民情歡樂會影響 中美公斤六萬五千塊的鑽作 將來金 我們過去都有一個限制 就是要每一公斤 要繳交到四千五百公斤 那今年跟我們的保温 縮成一定會比較壞 所以我也是建議說 農陽 農委會這樣 降給那個 就不限適量的啦 他來收兩千就九兩千 收三千 九三千啦 總幹事表示 這十六年來 沒有剛才這種情報 目前九月開始情報 已經有五六星人騎紅 但是天氣繼續這樣 沒落後 狀況會更加嚴重 希望政府在這裡專做將來 也能輸用天然財 補助 減少農民的損失 記者 林慧婷 加基報道 我希望你能夠 我希望你能夠